我们现在来到了达尼的展厅 今天很有幸 达尼厂家的代表也在这里 我们今天看到达尼和林道夫 共同合作的一款工放在这里展示 我想问他一下关于林道夫的一些技术问题 大家好 我是达尼中国的销售与市场经理洪光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这边 向大家展示我们的达尼和林道夫的配合的器材 那么我们这次在演示的是 我们达尼的皇室八号的我们的旗舰产品 影响 那么工放这次带来的是林道夫的3400的工放 那么3400也是我们刚刚从丹麦飞进来的产品 因为刚刚得到3C 这是一款功能非常强大的低雷工放 那么它的主要技术呢 是有Rone Perfect的房间校正系统 以及全数字处理系统 对于Rone Perfect的这个EQ技术 我是本身也是非常了解的 因为麦景图前级 它也是使用了这个Rone Perfect的技术 但是麦景图呢 它是一款AV影院的前级 我现在从来还没有听说过 林道夫会把这个系统移植到这个Hi-Fi 这一块这是让我非常吃惊的 因为一些Hi-Fi的老烧啊 他们对于这个EQ是比较排斥的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厂家的代表 当时是林道夫是怎么考虑 会把这个EQ技术放到Hi-Fi系统上 可以叫我洪先生啊 洪先生 是这样的 实际上大家知道Rone Perfect的系统 是林道夫这个品牌的一个特有技术 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麦景图的 这个系统 其实也是林道夫来做的 那么早在1993年的时候 林道夫就已经研发出了这个Rone Perfect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最早其实就是被用在 这个Hi-Fi系统上的 它本身就是最早是用来支持这个 立体声这样一个就是Hi-Fi系统的一个技术 但是呢由于可能国内的消费者 或者说发烧油相对偏向于喜欢这种 就甲类供放啊 或者说没有在这种数码技术上 有过多的这种倾向 所以导致Rone Perfect系统 一直到应用到AV系统以后 才被大家慢慢所认知 而最早产品的发布实际上是最 最先是在那个Hi-Fi系统上 那么这次带来的3400呢 它不光结合了这个Rone Perfect系统 还结合了一些流媒体的这个技术 内置播放器的这种技术 所以功能非常强大 才使得大家慢慢去发现到了说 这样一个产品融合了这么多技术以后 使得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那么Rone Perfect系统 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不管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下 它可以在不改变环境的这种声学处理的情况下 那么利用这个对于声音不同频段的处理 那么使得在一个相对不怎么完美的听音环境下 获得一个非常完美并且不改变音箱音色的 这样一个听音感受 所以目前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 房间校正系统了 非常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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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